就是有些人还真的会支付一分钱 这个一分钱的案例有几件 多吗 不多 大概有个十几单吧 正在接受中心社记者采访的人叫吴玉恋 他是某咖啡品牌创始人 近日 他在浙江杭州新华数字产业园内 开出一家不定价咖啡馆引起社会热议 不定价咖啡馆 顾名思义 店内的商品都没有明码标价 顾客可以通过扫码的方式随心致富 而据别的媒体报道 咖啡馆市营业首日就亏了3500多元 更有胜者买杯咖啡只付了一分钱 创始人吴玉恋向记者回应了亏本现象 并表示 经过这段时间的营业 数据正在慢慢向好的方向发展 他对未来充满信心 本身我们是定义在园区的相邻相经的伦理服务 还是给客户信价比更高的商品和服务 我们就直接让客户尝试一下 拥有自己的一个就是定价权的一个方式 然后我们也得到一些蛮多的一些正反馈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现在每天的盘点的一个数据 它其实已经是越来越趋向于我们 就是未来能够达到的预期的结果 当天记者在店内看到 简易的店铺内有两名店员正在制作咖啡饮品 还是有不少市民慕名而来 有的为打卡 有的为好奇心 也有的抱着学习的心态 刚看到我就 我想应该不可能的 对吧 我们去喝的话 像我女儿去喝的三十十 对不对 那你随心付怎么可能呢 那我想想肯定还是老板给你打开了 你喝完再喝 就让你心情一下就感觉提升了自己 我觉得年轻人需要就是跟他们学习一下 那也相信说咖啡不定价是吧 因为一般的咖啡都是定价的嘛 对 而且都是可能会比较贵 因为杭州的这个美食也比较卷 能找到九块九一杯已经很厉害 就像老板说的可能他觉得是因为这个社会 可能越来越少的人情 大家都想赚钱 大家就卷起来了嘛 但是如果大家都像他这样说难听点躺平 或者说把这个权利放回顾客 我觉得如果大面积的会是好事 我觉得会让这个社会更加的放松 或者说没那么卷 吴玉链告诉记者 他们咖啡饮品的成本一般在十元左右 咖啡馆的定位是服务园区 采取线下直营店的商业模式 目前不定价的形式已经获得了一些比较好的反馈 一些园区也来洽谈业务 预计这个月会在杭州另一个园区再开一家 在他看来 这种不定价咖啡馆 将会是汇集多方的新业态 咖啡这个赛道前景十分广阔 按照我现在通过数据来看的话 就是支付的数据来看 其实他们在用同样的价钱 在市面上任何一个平台 其实很难买到跟我们同品质的商品 然后第二个层面的话 从园区的层面来说 就是他引入我们这样一家服务里面的一家企业 他们是对外的招商和宣传 他其实是有帮助的 然后第三的话也就是说我们未来 也可能会做相关产品的周边 后期肯定也会考虑在 就是会做配套的一些相应的一个方式 像我们店毕竟没有办法开到 就是说开了很多很多 那我们肯定也会让在线上直播 让更多的人来感受到 就是说我们这样一家咖啡店的文化 和服务的理念 其实也是比较好奇的